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吸吸三块上古神器 并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笑什么 快说 我叫木子 是来杀罗克维尔的 那个腐化人是罗克维尔的手下 他现在在哪 哼 他早就死在我手上了 你和他一样 也是罗克维尔的手下吧 不 我是在攻打腐化山洞时 被他们困住的 放我出去吧 你还没有回答我 为什么你也是腐化人 我是不小心喝到辐射河水 才变成这样的 你没有喝过吗 原来是这样 那他和我 应该就是一路人了 好吧 我就暂且相信你 料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来 等等 我之前喝过辐射河水 但是过段时间 腐化状态自己就解除了 在我来到六号世界之前 你应该就被困在这里了 按理说 腐化状态早就该解除了 你在撒谎 你分明就是罗克维尔的手下 也许是因为之前喝的辐射河水太多 所以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解除腐化状态 如果我是他手下 又怎么会被他 关在水缸里呢 对啊 如果你不是他的手下 那他为什么要把你 关在水缸里 而不是直接杀了你呢 罗克维尔要我加入他 可是我没有同意 于是腐化人 就将我困在水缸里折磨我 这一点我倒是深有体会 那个时候 他也是一再地让我加入他 其实他有机会杀死我 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 他太小瞧我了 可惜现在 腐化山洞已经被我掌握了 如果你放我出去 我会和你一起对付罗克维尔 放你出去也不是不行 但要等到你的腐化状态解除之后 而不是现在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饿死的 这样你都不肯相信我 你还真是够谨慎呢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你这个腐化人 叫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已经说过了 等你腐化状态解除 就把你放出来 你为什么不继续装下去呢 是不是因为 你的腐化状态 根本就不会自动解除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你要待在水缸里面 曾经我在四号世界就经历过 那时我带着地鳄下海找珍珠 却不料被一群水母袭击 接着我来到了星界 组建了迅猛龙军团 见到了巨大无比的彩虚 第一次通过它认识到星界 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不过好在鱼龙群和我的宠物们 将我救活了过来 我也因此得以从星界中脱逃 回到元界 那么腐化山洞的水缸 水母腐化女人 甚至能够提供氧气的水 再加上六号世界的星界中 奇怪的女人声音 这种种的迹象证明 你就是罗库威尔 或者说 你就是被罗库威尔控制的 低级腐化意识 那个水缸是你们去网星界的通道 而水母则是打开通道的开关 我说的没错吧 你知道了又能怎样 大不了一枪打死我 罗库威尔 你对别人的身体还真是毫不在乎 你等着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调查 这边还有一些无名怪的培养箱 本来我打算将它们全部摧毁 但仔细一想 这些无名怪也不是腐化生物 所以应该不能直接被罗库威尔操控 先留着它们 说不定以后还能为我所用 这个桌子应该是腐化人使用的 看起来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原来这个设备 就是用来控制传送支援的 罗库威尔就是通过控制腐化人 使用这个设备监视传送支援 然后与我交流 除此之外 好像还可以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通道 只不过还需要输入密码 但这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